過年九天廉假 許多人已經準備好出遊計畫 到底春節期間天氣如何 中央氣象局氣象預報中心 季正環春喜表示 廉假期間的天氣變化和 忍樂交替迅速 不過3號小寧夜 就會回暖各地氣溫 來到27到30度 下雨機率不高 其中在明天還有小寧夜 跟初二一直到初四 這段期間 各地天氣大致晴朗穩定 甚至有點舒適偏暖的一個天氣 不過在除夕初一 以及收假前初五初六 這段期間 有兩波東北季風增強影響 在北部和東半部地區容易下雨 天氣會明顯地暖涼 小寧夜全台是氣溫晴朗 舒適的好天氣 不過到了除夕初一 低溫是一路下探到15度左右 特別是因封面的北部地區 在氣溫感受上更加明顯 另外也要特別注意提醒 西半部地區跟金門馬祖地區路段 可能會有局部起霧的現象 因此行車要特別留意 我們從明天開始一直到除夕清晨這段期間 以及初二開始跟初三初四走春的這段期間 西半部地區跟馬祖金門容易有局部物發生 所以在交通往訪以及航班的部分 要特別注意資訊 另外氣象局指出除夕封面通過一直到初一 東半部以及基隆北海岸下雨時間較長 雨勢也較大 中南部地區也有短暫下雨現象 但是到了初二除了東半部地區之外 其他地區降雨趨緩 提醒返鄉外出的朋友要適時添加義務 原期新聞仍然是烏溜已故台北市採訪報導